LOKPINAR LOKPINAR就像是 水彩盒裡面的一罐容疑 那因為水彩盒裡面的水彩 放久了它會有一些均裂 那那個容疑就是 來幫助這個水彩 在恢復原來的火性 它提動一個方法 或是語言的架構 给一个Leader去学习Personality 帮助一个Leader比较容易 可以运用到他来认识自己 帮助自己决场 然后帮助伙伴决场 在我的工作里面 主要是跟管理和领导有关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试着 要去找到一些 可以帮助我去找到 这两件事情的一些方法 正好就在那个时候 遇到Lumina工作坊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的一开始 Essi可能让我感觉到 比较多一点的 不知所措的那种感觉 我发现原来有些事情 它是不会被限制的 它是可以再被发展 它的校里面多一些 黄色跟橘色的元素 感觉起来比较活泼 然后有一种 在享受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也让我的团队 去Lumina做了一次team building 那在过程里面 我看到我的团队 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个改变可能不是在于 我告诉他要怎么做 而是在那体验过程里面 他可能 我观点改变了 我当他比较勉强 是要进一课班的 他会让我有一种很 很真诚去感觉到 他的humble 他很谦逊的学习 我用Lumina来跟团队谈未来三年的公司愿景 他的那个语言架构可以帮助团队一起去对话出来就是我们跟我们要去的那个愿景是什么地方 那我就会去找教练去讨论说我这一次有什么课题 然后我希望达成什么目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哪些细节要去留意的 教练其实也都会适时出现 协助我支持我把这整场做完 甚至到最后我们都还会检讨会 检讨我们整个过程可以怎么样更好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可能在我的工作里面 我已经没有人会来教我任何事情 所以当我遇到一些盲点的时候 我没有机会知道 那我就问他说 而且你相信这个团队什么 那一刹那他有一个眼睛一亮的感情 然后他似乎拥有他的一个啊哈moment 我很希望是我做的事情 是不是他把一份工作给做好 还包含说他可能再回到他的人生 他日常生活里面都连带的可以带动 我们谈的带人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带领你的带 而是对待的带 接着他就去看见他怎么样去推论他的那个预想 他是如何推论出来的 他很勇敢地去看见这件事情 然后他重新去转换了他自己看待一些事情的一些视角跟方式 过往我的确很希望我像别人一样甚至每一个特质24条都一样长 我都会觉得我是完美的 可是在学Lumina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再去坚持我要完美啦 其实我会觉得我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去运用这些特质对我来说 其实这才是更适合的一个状态 接纳那个不知所措的那个自己 或者是说去接纳那个可能有一些不是很擅长展现的特质的那个自己 每一次的一个工作坊的一个执行 其实对我来说我预设那个目标 然后看到这些同事们因此而有新的变化 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感动吧 我希望设定这个目标但是没有想到竟然可以达成 而且好像在Modify他的学习这件事情 原来我没有的东西是可以被发展的 好像有一个新的旋律去跟他自己共同 还有跟他的物版共同 我也希望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就是把我们公司整理出的空间可以放下一张地点 然后让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就是在回到关心彼此的一个状态 我一直都蛮希望可以去帮助到就是这个世界改变